日本周五发生百年不遇的强震后 世界各国纷纷伸出援手 向日本灾民提供紧急救助 请看报道 德国的一支国际救援队 在地震后第一时间启程前往提供医疗帮助 该队伍协调人表示 他们带足了能够帮助3000名病人的抗生素 防脱水 防卫虫等药物 该救援队也配备了卫星电话 随时准备与日本当局沟通 英国首相卡梅伦在参加欧盟峰会时表示 英国将尽一切可能向日本提供救助 法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说 日本政府需要什么援助 法国就提供什么 韩国也已下令40名紧急救援队员待命 并同日方达成参与救灾与重建的协议 俄国总统梅德维杰夫表示将向日本提供经济援助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表示 联合国将全力为日本提供援助 联合国人道援助协调处表示 联合国已对日本启动了常规援助程序 目前已有62支国际搜索和救援队 处于紧急待命和监控状态下 一旦日本提出邀请将随时开服灾区 新唐人记者维清一组合报道 感谢观看